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牛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 越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 上支影片我们探讨了全球股市可能面临的危机 和所有投资者们必须注意的事情 那么今天小编我将来为大家介绍一家主要从事同线和同邦制造和销售的公司 并且来探讨他们未来进军、药物、电子和汽车行业的前景 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解的公司就是Darwin Holdings Berhad 他们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 旗下的业务遍布中国、印度、台湾和东南亚地区 主要的业务就有同制品以及同线、同邦、同感和相关工业产品的融资、制造、销售和交易 此外他们在该领域里也拥有了30多年的经验 可以说是妥妥的老招牌 那么其实公司在2018年的时候更换了管理层 那是因为在这之前Darwin的业务主要都是做单纯的同源材料加工 和用在马达的七包线业务 这导致了他们的利润极度薄弱 而且每当成本一旦超值时他们公司就会面临亏损 但是自从2018年公司更换管理层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已经开始拓展更高附加价值的下游业务领域 而这些领域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影片为大家娓娓到来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最近这几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如何 其实他们的业绩表现并不理想 Darwin已经创下了连续6个季度的亏损 而最严重的一个季度就是2020财政年度的第4个季度 一共亏损了5.4M 原因是因为疫情的来袭 导致工厂被迫关闭无法正常营业 但是从他们最新的两个季度 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 Darwin的收入和盈利已经开始慢慢的恢复 有望转亏为盈 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如今的大宗商品上涨 而铜价也随之上涨 除此之外 刚刚说到Darwin开始进军其他领域 这也将会是投资者们对他们未来转亏为盈的曙光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进入他们进军的领域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他们在2019年1月31号 成立了Sypring Capital Stryan Berhad 因为在同年的4月 他们与几位投资人联合签订了合资企业 也就是在马来西亚联合投资、建立和运营 一项利用电子束缚罩技术的新电缆制造业务 也就是Sypring Wire Technology Stryan Berhad 那么电子束缚罩技术到底是个怎样的技术呢? 这里就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这项技术也叫做Electron Beam Irradiation Technology 主要的功能是用于消毒和修改物质的化学粒子 而Sypring Capital所用到的功能就是修改物质 它能把包裹在电缆或电线外的外层物质 变得比普通的PVC外层更加坚硬和拥有更高的耐热能力 因为普通的PVC外层电线只能承受大约70摄氏度的运作温度 但是经过这些技术处理的电缆外层 却可以达到105摄氏度的运作温度 不仅如此,比起普通电缆 这些经过处理的电缆外层 也拥有更高的绝缘性、电导性、更长的产品周期和更轻的重量 此外,在2021年5月7日 CWT与CGN大神Electron Accelerator Technology 也被称为中广核达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了销售和咨询协议 根据该协议CGN大神同意提供电子树辅照系统 并且CWT也愿意以1M美金的价格购买 而且CGN大神还将在设计、技术、土木工程 和结构以及运营和维护方面的项目、咨询和管理上 提供建议给CWT 好让CWT借此机会进行合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Darwin也打算以2000万令吉建立一个装油电子树辅照设备的工厂 而且获得专利的高温防火电子辅照高新化财 也将让CWT成为第一家在马来西亚 甚至全东南亚掌握该技术的本土公司 因为之前这项技术都是被日本、韩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垄断 相信这也将会为CWT提供竞争优势 这就比如说更加容易进军其他的领域 而这也就与他们的第二项领域有关 那就是汽车领域 就在2021年3月30日 CWT就收获为成为国际科技与移动公司Aptif的供应商 那么Aptif这家公司又是何方甚甚呢? 说到这家公司可谓大有来头 他们目前在纽约交易所上市 主要为客户提供汽车零件 而主要的客户就由Tesla、BMW、Stelantis、Toyota和Volkswagen等等 而且目前也营运着124家主要制造厂和12个主要技术中心 以有效的在全球市场提供他们的产品 那么根据CWT和Aptif的协议 CWT将利用他们的电子束辅造技术为Aptif生产、电缆和汽车零件 也因如此,Darwin也宣布正式进军投资者最喜欢的全球电动汽车EV市场 此外,CWT也不是空口无凭的 在2021年的1月份 他们也获得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Task Force IATF和ISO的国际标准认证 因此CWT也成为了东南亚汽车供应链中的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马来西亚公司 具备电子束、浮照技术处理电缆保护套业务的公司 那么说了那么多,到底这个技术能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呢? 这里就给大家一些例子 那就是高电压电缆、高温电缆、汽车里的传感器、Sensor 座椅加热的电线和各式各样汽车里使用到的电线 他们都能一手包办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他们的另外两项新业务 主要是进军下游市场 第一个就是在今年2021年3月 Darwin 以总值12.2M 收购的新Lintech Electronics 他们一共收购了51%的股权 那么收购了这家公司后 Darwin 将可以把现有的同胖和线材制造业务 与新Lintech 在电器电缆、线速、代工和贸易业务等下游业务进行整合 这将为Darwin 扩大他们的盈利和竞争力 那么第二项新业务就是他们在2020年12月24日完成收购的制药公司 Royce Pharma Manufacturing 的32.5%股权 这家公司主要的业务是为政府生产和供应25种药物 那么大家是不是很好奇了 为什么Darwin 一家做铜的公司 要去收购一家医疗保健的公司呢? 那是因为Darwin 打算投入铜和铜添加物的研究在下游的应用 主要是生产一些非服用性的医疗产品 就好像呼吸机、X光机的医疗器材 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长期前景 那么说回电动汽车领域 我们也要来看铜与电动汽车市场的前景是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电动汽车对于铜的使用量 会比传统汽车高出4倍 尤其是在充电方面 此外一辆电动汽车所使用的铜电线部件 价值也高达3500令吉 比起传统汽车的1000令吉高出了3.5倍之多 而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基本情况、乐观情况甚至是悲观情况 未来电动汽车对于铜的需求量还是会节节攀升 不仅如此,我们也能得知在未来电动汽车在中国和美国的数量也将上升 就拿美国为例子,2021年4月同比去年电动汽车的销售量就提升了71% 那么简单了解了铜在电动汽车里的需求 我们就来看看Darwin这家公司的利好与利空到底有哪一些 首先,利好就是Darwin最近收购的两间公司 Royce Farmer Manufacturing 和Synline Tech Electronics Call Saint-Rambert 都有为Darwin带来盈利的保障 其中Royce Farmer Manufacturing 为Darwin带来两年 总共20M的税后盈利保障 而Synline Tech 则为Darwin在2022年财政年带来2.6M 和2023财政年带来3M 总共为5.6M的盈利保障 说完了利好,那么利空又是什么呢? 首先,由于Darwin不是一家净现金公司 而且他们近期主要专注的电动汽车行业也需要大笔营运资金 所以Darwin最近也发行了Rite Issue来筹集资金 但是Rite Issue也算是一个最为下策的筹资方式 这里也来简单的为大家讲解Darwin的Rite Issue 那就是每只有一股Darwin母股的投资者 将有资格认购3股附加股,而认购价为6先 那么假设全部的Rite Issue成功被认购了 那公司就可以筹集到186.4M 但是前提是他们需要ICPS的持有者 把所有ICPS在XD之前转换成母股 那么Darwin就有机会发行3.1M张的附加股 那么筹到了钱之后,Darwin会把钱用在哪一方面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Rite Issue筹集到的186.4M的资金里面 78.7M将用于营运资金,包括购买原材料的费用 以及每天的营运成本 2.8M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43.7M将用于购买器材与设备 12.7M将用于投资SynLineTech 也就是认购SynLineTech 30%的股本 和剩下的1.3M将会用在Rite Issue的相关费用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Rite Issue 大部分的钱都还是用于扩张途径 那么小编是觉得,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Darwin的梦想与野心 但是梦想归梦想,现实归现实 如果所有的梦想不能落地也不能实现 投资者也将不会买单 所以Darwin在未来会否实现这一系列的扩张并带来盈利将会是关键 而且这将会是一个长期投资 毕竟这一系列的扩张并非短期可以完成的 那么你们觉得这一类的扩张成长型公司会是你们喜欢的公司吗? 欢迎到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 如果想要小编我分享其他的公司 也能在留言区写下那家公司的名字哦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哦 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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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